格列福游记是英国作家乔纳菲斯广作特创作的一部长篇游记体讽刺小说 首次出版于1726年 作品以李梅尔格列福船长的口气叙述周游刺国的经历 格列福游记除了小说外 亦被改编卡通、电视剧等 今天我们来看奇幻定格列福游记 格列福是一家大型报社的信件收发专员 与新入职却不断寻找机会的同事小强不同 格列福不求上纪 他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收发室 也一直不敢跟自己暗恋的旅游主编达西表白 虽然小强在新入职的第一天就不断为二人串罗偶遇机会 但自卑的格列福依然不敢与心爱的女孩搭话 当晚小强告诉格列福自己已经晋升为收发室主管 成为了他的上司 格列福一想到自己来了十年依旧是一个收发专员 他瞬间就感受到了自己不思进去的代价 工作上的挫折 加上情感善的停滞不前让格列福决定改变自己 他随机就鼓起勇气来到了达西的办公室 可他很快就再次退缩 并阴差阳错的接受了一份撰写邮记的工作 夜晚胸无点磨的格列福绞尽脑汁也没能写出半个字 最终为了不辜负达西的信任 他东京西充复制了一篇造假的邮记 不知真相的达西却十分钦佩格列福的文采 而由于他正好接到了一份去百慕大三角探秘的工作 达西便希望这份工作能成为格列福近身的敲门砖 达西热情的介绍让格列福根本无法拒绝 于是为了帮达西确认那些旅游传闻中的真相 他随机就踏上了墙丸百慕大三角的探险之旅 按照导游的简单介绍 格列福成功启动了快艇 并顺着导航设计的路线 直接奔向了杳无人烟的百慕大 途中格列福拿起了一本机器人制造手册 消磨时间 可一气消沉的他很快睡着了 快艇也不知冲到了什么海域 等他迷迷糊糊醒来时 眼前已经乌云密布 海面也掀起了巨浪 随着海浪越来越高 海水突然被一种巨大的力量冲向了半空 格列福则被吸入了顶端的漩涡之中 随机晕了过去 等再次醒来时 他已经成功上岸 而且动弹不多 仔细一看 他才发现自己的身边 竟然围满了火柴大小的人类 带头的将军就命令士兵将格列福五花大饱 眼前的景象让格列福大吃一惊 他慌乱之下挣脱了绳索 海滩顿时乱成了一团 将军迅速翻身上马 向格列福的大脚刺出了一只长矛 接着他又命令士兵们抛出钩锁 挂住了格列福的外裤 心慌意乱的格列福被拽倒在地 之后将军便把固定在脚手架上的格列福拉进了城 并将格列福当成了战利品 敬献给了小人国的国王 在王后与公主的惊叹声中 来不及解释的格列福又被关进了靠近崖壁的监狱 由于小人国名分淳朴 整个监狱就只有萧恩一个犯人 格列福还得知 他因为喜欢公主被公主的慰夫夫 也就是小人国的将军关进了大牢 格列福听闻后十分同心相安的遭遇 在他看来将军就是一个不可一世的脑残 可两人背后的议论却被突然出现了将军听到了 格列福也随即成为将军离地的工具 而此时小人国的敌对势力 布莱夫人偷偷潜入了王宫 他们凤火制造骚乱 并准备劫走毫不防备的公主 正在田里工作的三人很快就听到了城中敲响的警钟 于是将军战使格列福迅速赶回了城内 而趁着将军离开的间隙 相安为格列福卸下了将军困制他的机械装置 这让格列福轻松搞定了布莱夫人 并将公主安全送往了公园 但这时众人又发现国王已经被控火中 眼看火势逐渐失去了控制 格列福便灵机一动 他脱掉了裤子 畅快淋漓地向大火撒了泡尿 在巨大的水势下 大火很快就被浇灭 被救的国王十分感谢格列福的果断之举 格列福也立刻从犯人变成了救国救民的大英雄 于是他面称的国王邀请自己赴宴的机会 帮助湘恩恢复了自由声 之后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 国王要命令天生就是建筑能守的国民们 为格列福打造了一栋豪华的私人别墅 格列福也为此过上了奢华惬意的救世主生活 在小人国为他建造了一间超大影院内 格列福还让演员们表演他喜欢的电影情节 而为了提高自己在小人国人民心中的地位 格列福又把每一个故事的男主都换成了自己 热血传奇的故事 随即就让湘恩将格列福担成了无所不知的大英雄 于是他希望格列福能够教导自己如何追求公主殿下 虽然格列福在感情之路上一直停滞不前 但他却在湘恩面前故作老道 结果两人误打误撞 还真的打动了从未被人热情追求过的公主 这让湘恩无比喜悦 但晚士兵们终于找到了格列福的破船 将军想找点修好船只 尽快赶走格列福 格列福却意外听到了手机语音信响里的内容 眼下达西不断发现他游戏作假的情况 还对他的行为十分生气 格列福便在公主的安慰下 选择先在小人国停留一些时日 格列福的决定让将军气愤不已 他随即向国王提议赶走格列福 可国王非但没有听取他的建议 还将格列福身为将军 而将军则被贬为了副手 这让将军恼羞成怒 他立刻关闭了小人国的防御系统 导致敌国的布莱夫人直接向小人国发起了攻击 能勉强应战 但他很快发现布莱夫人的火炮 在自己的一肚子肥肉面前 完全没有任何杀伤力 于是他直接抓住了所有船只的卯绳 将布莱夫人的整支舰队拉回了小人国 战争的胜利让小人国的国民们更加崇拜格列福 他们为格列福建造了他想要的现代化都市 格列福也过上了纸醉金迷的生活 发现自己受到冷落的将军 决定采取行动 他直接投靠了敌国 并把在格列福船上发现的机器人制造手册带了过去 在完成了机器人组装后 将军随机就驾驶这个机器人回到了小人国 并向格列福发起了挑战 格列福看着面前的弹形物体完全没把将军放在眼里 可弹形物体却突然开始变形拼装 在众人惊叹的眼神中 变成了一个比格列福还要高大的机器人 在机器人强大的力量面前 格列福很快就被打败 身性懦弱的他随机就向将军求饶 还当众承认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收发员 那些所谓的英雄故事都是他编造出来的谎言 这样的真相让相信格列福的国民们都无比伤心 将军则带着布莱夫人占领了小人国 并将格列福放逐到了竞技岛 原本格列福以为岛上依旧是小人 但他很快发现 这竟是一座巨人居住的恐怖岛屿 格列福还没来得及挣扎 就被一个玻璃罐子扣住 随机失去了意识 当格列福再次醒来时 他已经穿上了可爱的公主裙 并被巨人小女孩 关在了一个非常粉嫩的娃娃房内 小女孩不仅将格列福 担成了自己的迷你玩偶 还像对待巴比娃娃一样 安排他的饮食起居 可即便是这样的环境 格列福依然适应了下来 幸好香恩好不容易找到了他 格列福这才得知 他心爱的女孩达西 已经到达了小人国 并被将军抓了起来 于是格列福随机鼓起勇气 拿走了死去飞行员的降落伞 然后带着香恩再次回到了小人国 在悬崖上的监狱中 格列福在小人们的帮助下 终于向达西承认了 自己暗恋他五年的事实 达西听闻后接受了格列福 这让格列福重新认识了自己 他已决定不再辜负小人国人民的信任 于是他放出了被囚禁的国王 异象将军提出了挑战 面对比自己高大 而且强劲有力的机器人 格列福没有畏惧 而是勇敢地冲了上去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将军又为机器人增加了电击的功能 这导致格列福批评落入下风 眼看自己最好的朋友受到了伤害 香恩便骑马冲上战场 并爬入机器人的驾驶室 在他的帮助下 机器人很快就失去了宫殿 格列福则趁省追击 用皇宫门前的铜像 狠狠教训了叛国投敌的将军 并将机器人彻底击败 格列福的勇敢获得了达西的热吻 小恩的鹦鹉也赢得了公主的爱情 可就在两队恋人互术中常识 布莱夫人却决定于小人国一决雌雄 眼看两国的战争以触即发 格列福便果断地站了出来 然后用激动人心的歌声与舞蹈 化解了小人们之间的恩怨 让他们学会了和平共处 最终小人们修好了快艇 格列福与达西也随机驶向了漩涡 在回到自己的世界后 格列福离开了收发室 并开始与达西合作撰写游记 而这次奇妙的经历让格列福明白 没有渺小的职业 只有渺小的自己 只要鼓起勇气 每个人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天地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我是小阿彪